明星不火失所红毯有多尴尬 冯小刚带着苗苗出席某红毯 在台下时 苏芒却只叫住了冯小刚 而面对停下脚步的苗苗 苏芒直接不耐烦地挥手 是以苗苗赶紧离开 被驱赶的苗苗只能一脸尴尬地走开 吴景妍和念远于正出席活动合照时 念远一直拉着于正摆拍 全称不顾站在一旁的吴景妍 合照结束之后 这两人就直接大步向前 让穿着恨天高的吴景妍 提着裙子在后面追 吴景妍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肖战早期出席红毯时 拿的签名笔都是没有摸水的 但她也只能硬着头皮 写出自己的名字 而摄像师的镜头 甚至都不想拍她 画面直接一遭而过 而被摄影师催促快点离开 让肖战一脸尴尬 黄毅在出席某红毯时 一身黄色空着裙十分亮眼 可签完字却没有人接过签字笔 黄毅第好几次 都没能把手中的笔送出去 这画面属实有点太尴尬了 黄梦和众演员走红毯时 结果话筒刚想说话 就被旁边的男主持人打断 丝毫不给黄梦说话的机会 开始采访程度灵问题 黄梦只能和一旁的男演员尬笑 让旁边的女主持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差别对待也太明显了 柔子山出席颁奖典礼时 几次想接过颁奖嘉宾的奖杯 却都被忽略了 明明是受邀参与领奖 最后却只有她一个人尴尬的空手而归 当明星衣服出现意外 卢靖山透视装暴露重点部位 女爱豆肩带直接崩开 还是杨成林反应迅速 卢靖山和吴京出席活动时 身着透视力服十分性感 可她的透视装却过于暴露 当她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只能尴尬地拥抱挡住重要部位 而旁边的吴京看着她这身大扮 全场牧师前方 连个眼神都不敢给她 女团成员罗汉月在表演舞蹈时 衣服带子居然直接断掉 差点走光 幸好罗汉月及时发现捂住衣服 随后还将捂衣服的动作 融入了舞蹈中 不得不说 女爱豆的心理素质真强 在某场演唱会上 杨成林礼服的吊带意外断开 她只能全程用手捂住胸部 避免走光 等到演唱会结束后 她才拉开外套 向粉丝们解释 自己为何捂住胸口 一类热巴出席某颁奖活动时 身穿身微高开刹礼服 将她完美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是由于裙摆太长 下台时被裙摆勾住了鞋子 六八则是不慌不忙地将腿弯曲 取下了勾在鞋子上的裙摆 一套动作下来十分自然 不仅没有失去风度 还多了几分美感 张萌身穿黑色抹胸礼服 在哄她亮相 可拍照进行到一半 衣服肩带却突然崩开 紧急调整之后 一向爱秀的张萌 只能无尽胸口狼狈下场 把不爽卸上脸的明星 布里纳扎和一脸走人 刘诗诗全程无视妮妮 杨幂直接装都不装了 古里纳扎走红毯排单人照时 秦岚主动凑上去 浸贴纳扎合照 又是点脚又是嗷造型 一套动作下来 纳扎被对方抢进了风头 直接不顾镜头 黑脸走人 妮妮和刘诗诗手牵手走红毯 看似姐妹情深 实在两人面和心不合 合照时高出半头的妮妮 俯视地看向刘诗诗 为刘诗诗好不留情地转头 全程不与妮妮对视 就差把不爽写在脸上了 杨幂参加活动时 没想到却和主持人撞山了 而在游戏环节 主持人还要求杨幂等人 用丝巾表演节目 本来就不耐方的杨幂 因操作失误 不小心将丝巾挂在了头上 杨幂当场就绷不住了 一把将丝巾扯了下来 整个人都十分的不耐烦 姜树影车晓孙红雷合照时 车晓大方地站在一边 而姜树影却在确认好镜头后 将头靠在孙红雷肩膀上 孙红雷当场变脸 姜树影插去后 立马把头挪开 孙红雷才调整好表情 继续拍照 马思纯周冬宇一起做红毯 马思纯衣服低调保守 而周冬宇的礼服 不仅颜色亮眼 上台后还特意转身 露出美背 将马思纯的镜头 抢得干干净净 惹得他当场变脸 吉娜杨千华同台领奖 杨千华全呈黑脸 吉娜好几次转头想互动一下 但杨千华却一直面无表情 真不知道吉娜是怎么得罪了他